雲林館 無前又沒有T-PASS的通訊位票 因為交通報建議說開放T-PASS 也有很多中華跟南島的管制公路客運 經過受情已經在送信 上京明年一月就有 雲林就有T-PASS的通訊 一個月一百九十九 現在由七月份殺出T-PASS通訊多票 但無前雲林館還沒進行 因為近前雲林館府三次未退回 無前已經修改的中山府省 尚起民眾的代明年完蛋後 以每個月一百九到九個 來買通訊多票 民眾不一樣的看法 至於文館府幹部組的標示 經過T-PASS通訊多票 高通報酬性委員已經修正 可以將公路客運 看過到中華南島和改議官 路線增加到六十條 至於市區的客運路線八條 火車維持廣來五站 目前修正後的方案 已經在上面各位 尚起高通報復性 上京街的衛中就能出爐 目前大概有將近一萬人左右 在搭乘我們目前的市區公車跟我們的公路客運跟火車 那如果我們這個T-PASS這個東西推動之後 明年原約也開始推動之後 我相信我們預估的成長大概會有三倍 但不如指標示 官來市區公路路線八塊二十鄉頂 明年是T-PASS通訊多票通過後 只要是官民都可以依每個月一百九十九塊 來買票來坐車 對處長的兒子坐車通勤的家長來說 一個月可以省下幾十百塊補得出用 記中國歷史歡迎光臨 Olha 坐下